昨天上午9点左右 警方在休斯顿西南区沟渠中 发现了一具裹在毯子里的尸体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一名路人在经过某交叉路口时 发现8900街区的渠沟里有一具尸体 于是迅速拨打了911报案 警方赶到时 发现尸体被胶带粘着 然后用红色的床单包起来 再裹在黑色的袋子里 可以初步肯定的是 这是一起谋杀 法医正在进行尸检 警方没有透露死者的性别 种族和年龄